特别聪明的人是不咋说话的 大智若愿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人年龄越大花越少 很多时候人把这个总结为自己的表达欲 因为很多时候你觉得人的这个口识之争毫无疑 你发现人年轻的时候都是激情慷慨 去其方杠 全是观点 全是主意 全是意见 走到哪里都是张牙舞爪 大言不惭 夸夸其谈 侃侃而论 就永远都是那种感觉 仿佛永远充满了力气 充满了这个精力 也充满了观点 充满了立场 感到特别浮夸 依附牙尖嘴吏 但是腹中空空的样子 走到哪都容易激动 容易产生观点 甚至容易跟人起争论 但是你发现到一定年龄之后 你就不爱那样说了 假如说觉得不喜欢落于人后 不喜欢敏人众人意 总是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那就是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样子 但人长着长着就不怎么说话了 因为你会 人说长越长 严多必失 你会发现这个腹中空空的人 不适合多说 说的越多 错的越多 不要说 去做 而且说显得很不激 总是在纠结这个口头表达 所以能管住自己 后来大家都听过一句话 就很认同 就是严 盼 慢者 贵 性柔者 负 得护者 忘